下来 海淘法师心灵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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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碑莲花经 这个名字好不好听 念一下 大碑莲花经 好美的名字啊 同说起来叫碑华经 就讲了释迦摩尼佛过去做一个在家清修者 泛制 泛制是没有结婚的 叫 叫 寶海泛制 他在过去佛面前发500大愿 我未来成佛我要如何 那各位你看这个500大愿 你要知道原来释迦摩尼佛在做的都不离开这500大愿 因为这是他往昔还没有成佛发的愿 那发完这个愿以后 释迦摩尼佛成佛了 累劫都在圆满这个愿 下地狱啊 二轨道啊 如何如何啊 圆满六度波罗蜜 也引导众生圆满六度波罗蜜 所以等一下 如果没时间讲 记得拿回家读完 好不好啊 一定要读完 因为你成为一个佛陀的弟子 要了解佛陀过去 怎么样修行呢 到最后怎么成佛呢 请先翻到143 我们昨天讲了23条 不用全部念 我们就念重点 比如说第六行 文师修是佛子行 离家乡是佛子行 就念这23条 好不好啊 那当然以后你能够把它 文师修是什么 离家乡 马上就抓到重点 找到没有 143 我们就念重点 来 文师修是佛子行 离家乡是佛子行 依静处是佛子行 初离心是佛子行 远恶友是佛子行 依善事是佛子行 依善事是佛子行 依三宝是佛子行 不造业是佛子行 祈希求是佛子行 菩提心是佛子行 修交换是佛子行 修回向是佛子行 待受过是佛子行 赞他德是佛子行 赞他德是佛子行 被恭敬是佛子行 被悲悯是佛子行 恒鼎带是佛子行 无畏却是佛子行 离交曼是佛子行 祥自心是佛子行 顿死舍是佛子行 不止意是佛子行 离贪着是佛子行 所以这二十三条告诉我们 我们投胎做人很难得啊 不要浪费 要拿来研究真理 闻思修佛法 那我想我们闻思修目的呢 就是要脱离三界六道轮回的痛苦 这个叫离家乡 因为内心有贪嗔痴 那就永远轮回 如何脱离贪嗔痴 那要脱离贪嗔痴 那我们要找到一个好的身心的环境 一静处就是会让你散乱 所以各位要经常守八观灾界 八观灾界就是一静处 那天念佛念法认身 不去唱歌跳舞 那第四呢 初离心 那我们要了解修学佛法的重点 要脱离轮回 那轮回就是因为我们有执着 所以各位要对爱情啊 金钱啊 地位啊 慢慢放下 那你要达到初离心 要远离坏朋友 清净善知识 更重要的 经过善知识 我们知道三宝的重要 第七 要依止三宝 世间的财富 世间的神明都不究竟 神明虽然有一点福报 那其毕竟还在轮回 唯有一子三宝 那既然各位一子三宝 那我们要相信业报 不要造恶业 那除了不要造恶业 那我们造善业有福报 我们也要追求解脱 其需求解脱 但是自己解脱 太自私了 我们的妈妈还没解脱 我们的爸爸还没有解脱 而且我们的妻子父母还没有解脱 而且所有众生都做过我们的爸爸妈妈 所以如何让所有众生都解脱 那这才是真正的 那为了要让所有众生解脱 所以我们要发愿 发菩提心 成佛 所以要生起菩提心 那既然生起菩提心呢 首先就要修的什么呢 就是众生平等 自他平等 别人众生都跟我一样 没有分别 都可成佛 都有佛性 不要有分别心 进一步呢 修自他交换 愿我能够承受众生的苦 愿我努力的功德都布施给对方 所以更重要的 那就算别人伤害我 各位你要发菩提心 你要有个决定 从今以后不报复 不批评 你越伤害我 我越回向给你 要修回向 修回向 这样你才会消除嗔恨心 这样你才可以还他债 再来 别人误会你 乃至别人偷了钱 要抓你去关 你都愿意 待众生受苦 这样你才能够累积广大质量 才能够不舍大悲心 别人怎么伤害你 你都要赞叹他 赞叹他 因为如果你去讲对方的缺点 那你等于舍弃对方 这是很不好的 就算你离婚了 老公好不好 太好了 找不到第二个 因为你还赞叹对方 因为你不要去 把不好的放在你内心里面 如果你赞叹对方 对方听到了 他哪一天搞不好就跟你学佛了 对不对 如果你骂对方 对方听到你 他就骂你恨你 这个永远要记住 特别现在有手机简讯 千万不要用这种文字去骂人家 然后永远他都看手机 你看他在骂我 所以千万不要写负面的文字 我们还要一直赞叹对方 赞叹 第十五 别人想尽办法在大臣 广众要来侮辱你 但是你要更加尊敬对方 各位 你不失百千万亿美金 还不如找一个机会可以修忍辱呢 而且能够降服我慢 你要借这个机会 要更加尊敬对方 所以各位 越坏的人 你要越小心 要越尊敬他 免得他坏的更坏 你要给他款待很好 所以呢 对你自己也帮助大 第十五 你对对方很好 对方不但不知恩 还要来找你麻烦 那你要可怜对方 要加倍的同情悲悯对方 所以身份比你低了 第十七 既然在侮辱你 那你还把他当 你就是我修忍辱修慈 最好的师父啊 把对方放在头上啊 谢谢你 尊敬对方 那这样对方就不会再侮辱你 不但可以度对方 也可以度自己 第八 第十八 你已经很穷了又生病 但是你还愿意承担众生苦 不要怕 越有能力承担众生苦的 越快速成佛 所以各位不要怕苦 所以再苦的动作都要去承担 第十 就算你福报修得很大 你不要执着 也不要骄傲 离骄慢 别人说 哇你钱好多 钱多有用吗 还不如你练诸有功德 我钱那么多 还不如你吃树的功德 所以自己呢 不要认为说 钱多哦 世间的条件好 第二十 那修菩萨道 绝对不能生气啊 你越生气 那你的魔鬼也多 所以如果内心的生气没有调伏 那你把外面的敌人都杀掉了 那你还有称慧心在 没有用啊 所以要赶快生起慈悲心啊 慈悲的军队 所以要降伏自心 这里面讲的都是 你发起菩提心以后 这些就是你的戒律 你要去做 那世间这么复杂 那你就有很多机会 去做这些功德 第二十一 你也发起菩提心不能自私 这个世间所有欲望 你越去接近欲望 你就越痛苦越饥渴 这些欲望会让你执着 会让你生死轮回 所以只要是欲望了 就像你做梦 梦到欲望赶快跳起来 我不要去接触这个欲望 你已经吃素了 还做梦在吃牛排 赶快跳起来 你已经出家了 还梦到男人女人 赶快跳起来 意思是说 你要顿死 你要赶快告诉自己 不要中第二支毒箭 知道吧 各位看报纸 因为你既然发菩提心 你要降服欲望 降服诚恳心 对不对 降服傲慢 你不能放弃对方 对方对你不好 你还是要尊敬对方 不然你舍弃众生 你就舍弃了菩提心 第二十二 你要有空性 没有分别 世间的万法 都是一种幻化的视线 第二十三 世间的所有快乐 都是像天上的彩虹 一下刹那就不见了 很简单的 希望各位你多这样看 短短时间都没关系 但至少你抓住了 整体的佛法 整体的佛法 这样的修行 就不会偏一边 不然很多人修行 我看地藏经就完了 我一辈子就读地藏经 什么都不看 那你不圆满 你也不能成佛 因为你要了解整体的佛法 以整体的心态 来看地藏经 来看阿弥陀经就圆满 不然你就会排斥 特别在新加坡 有南传佛教 大乘佛教 藏传佛教 有各种的宗教 那你要以这种圆满的心态 来看 每一种宗教 都有它存在的意义 满足不同阶段的需求 所以我想在这种 像我们汉传佛教 适合中国人 因为他已经中国化了 那中国人来拜拜 就觉得很适当 因为他的形象都中国化了 对不对 所以他就是配合 一个文化的一个习惯 二十四 念一下二十四 来 祝苦 犹如梦丧子 望子时有起烦恼 故于违缘惠玉时 观虚妄是佛子行 求觉应虚舍自身 况且一切身外物 故于身材尽舍却 不妄报是佛子行 无戒自立不能成 欲成利他其可能 故于三有不需求 勤护戒是佛子行 欲想福慧诸佛子 因观愿解